字幕提供 那么一开始在特别叮咛 赶快把你问题写进来 已经不少在排队了 把握时间 好 那今天台北股市 怎么会量缩了呢 对啊 真是太特别了 这种行情之下 亚洲股市还算不错 为什么我们会量到 不是 量缩到不到800亿 这个问题等一下可以告诉大家 可是呢 今天的行情虽然量缩 股价的走势却很极端 你摸到丢的股票 赚钱还比速度 不少个股涨定盘 可是买错的话恐怕还是跌停 对 所以要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关键密码 是什么 对不对 好 赶快再看一下今天的关键密码 好 关键密码是 看涨50% 这么好哦 夭壽哦 看涨50%你能错过吗 当然不能错过啊 可是什么是看涨50%呢 这个很重要 但是等一下来告诉大家 看涨50%千万不要错过 所以陈出嫌身价看涨50% 可能还不止 50%可能要 最好是50倍啦 好 我们赶快再看一下 台北股市的部分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开平之后震荡那么其实一度高点还到9600 但是尾盘好像走得不是那么稳 但是我们看到量缩是比较投资人担心的 外资部分其实互多互空啦 对 你看今天卖 但是你看期货的空单剩下9700多口 这是对多方是不是比较有利呢 看起来是这个现象 那么游民秀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今天台北股市谢群 小弟刚好在上面播报了 结果很长的时间 大概有两个多小时 都在平盘上下震荡 真的很冷 就一条线 对 就一条线 可能担心礼拜四的摩台结算 担心RCA季度调整盘会开始生效 今天晚上美国没有开盘 怎么看呢 对 我想大家今天如果盘中的时候 稍微看的话 OTC真的很强 OTC一踏股的股票在涨低 我记得到9点20分的时候 我那一页那一排全部都涨停了 对对对 为什么会这样 而且是自选股都涨停板是不是 对 我想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们从现行上来看 我们小时候不是都有那个节目 叫每日一字吗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礼拜 介绍一首诗好了 好 我是文鑫 那讲节他在与美人这一却词里面 他有提到 他就说一个人他分三个阶段 人生一个少年 然后一个就是壮年 一个老年 老年 那我现在拿这个少年来比喻OTC 他说少年听于歌楼上 红竹昏螺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这个行情处于出生的阶段 但基本上还是要选对国 选错的话会昏 那选对的话应该就会未来很开心 我们来看一下OTC的一个走势 各位你去看 这一波如果我画一个下降压力线的话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突破的点 然后突破完了之后 后面是不是就一段 好 我们这边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下降压力线 好 那这一段会不会跟前面那一段一样 各位要了解这一段的融资 杀得比这一段还要凶 指数这一段大概跌了差不多6%左右 但是融资减了7.9% 所以融资减了7.9%之后 各位要了解 我上个礼拜的节目我特别提到大破大力 如果说苏贤跟亚发还有印象的话 我说OTC他敢这么杀 他以后起来就速度就会快 所以以后那个6月份的时候 那个涨跌幅变10%的时候 他有可能变成一个尖头反转 或者是一个V型反转 以后OTC很常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现象 所以要提醒大家 OTC会比现货指数的部分 家群指数的部分要来得更强 那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家群指数的部分 家群指数因为基本上它的 我们先来讲一下OTC的操作原则好了 那OTC这一块的话我要提醒大家 因为它融资减了很多 但是今天里面有一些混水摸鱼的 我觉得第一个太阳能的部分 基本面还是没有那么强 第二个生计的部分 因为今天生计是被 等一下我会接到一档股票 我觉得它是涨真的 但是其他有很多其实都是跟涨 所以这一块的话大家也要分清楚 那至于里面还有一些电子 比如说跟大数据跟云端 跟资安比较相关的 我觉得那个未来是涨真的 最后一下有名 事实上OTC市场当中的话 结算也好 或者是在MPS基础调整的话 这当然影响是比较小 所以反而 如果反而认为是有压力的话 反而是机会在这边 对 因为我觉得前面那一段 如果没有跌过的话 我觉得后面涨不多 那前面因为那一段 在跌不管什么原因 反正很多个股 刚出前不是说涨五成吗 对 你看前面有一些个股 真的是跌五成 真的是跌五成 所以他们现在涨上去的话 其实速度会很快 我不敢讲涨五成 如果有很多的个股 在这个位置出发的话 我觉得三四跟涨停板 应该看得到 那如果说是属于创新高的个股 它慢慢涨 涨个两成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选对股 应该很重要 所以待会在这个 转强转弱的一个部分 我们再跟各位做一点 这个基本的预告 好 先谢谢我们的确 OTC市场里头三大支柱 一个生技族群 一个太阳能族群 再来就是IC设计族群 三大主轴 可是却被扣掉了两个 到底重点在哪里 这留一个伏笔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一下下 来看到这个时候 就要请我们蔡总的姐姐 苹果肋骨您有看到说 今天涨得实在太凶了对吧 对啊 蔡总苹果还会再涨吗 因为马上开发者大会就要来了 那接下来怎么观察 那会是继续台股出量的主要关键吗 这个苹果红了 医生就 脸就绿了 绿了 但是苹果红了 我们投资者 荷包有没有 也会赚钱 刚才讲50%是大摩 没错 所以刚刚的关键数字 很犀利的 因为现在Apple的股价 五月以来涨了快6% 今年涨了20% 然后呢 这个大摩含 未来的目标价是195块 那从现在132到195块 还要涨50% 这真客气 我没有用Ecan Ecan是什么人 是美国的投资大户 他写信给库克说 我觉得你们的公司指的就苹果 应该价值240 美国也是这样 真敢说 240的话 还要涨80% 那另外一个 这个6月份 爆苹果会迎接 这野村讲 这是野村的 另外一个开发者大会的话 这个礼拜是Google 那6月8号 另外一个就是苹果 苹果 所以开发者大会通常 一花动的时候 苹果的股价就差不多开始了 那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 相关的 现在大家认为iPhone6 这个去年是在9月亮相 那今年的话呢 就是两个名称 一个是iPhone6s 或直接就叫做iPhone7 不管 反正新世代的iPhone的手机的话 关键的零组件 6月下个月开始备货 然后8月开始量产 那应该在9月中旬左右 就会开始正式的发表 那台湾最重要的 还是靠苹果供应链嘛 我们现在电子的产品的订单 就是靠苹果供应链 所以我们来揭秘一下 就今年大家认为 新世代的iPhone手机的话 有什么亮点 相关的公司跟它有关的 那股票就会上涨了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尺寸还是一样 4.7到5.5寸 这个是为什么去年 iPhone6卖得很好 因为以前贾博士的时代 就是要放在牛仔裤 所以它永远做4.3寸 但后来三星的Galaxy C 做出了这个将近5寸 就把苹果打下来 所以这个是iPhone6 是第一款是大荧幕的手机 结果真的一炮一炮 而且老实讲 越大的卖得越好 iPhone6 Plus 这个5.5卖得比4.7 因为大家眼睛都不太好 眼睛越来越不好 而且都买大之后就回不去了 真的 那这一次有三大亮点 第一个亮点就是说 传出了可能双镜头 而且话数到一千两百万话数 现在都是八百万话数 那这样的话 你想一千两百万话数 这个订单全部都适了 大力光 所以你可以理解 你去看大力光的股价 很多人的怀疑就是说 大力光已经是股票涨到这个价 为了三千五百多块 一张要三百多万了 为什么还在涨 因为苹果的价值 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要加大记忆体的容量 单机的话是用1G到2G 这个是100%的成长 就倍数 那这100%的成长了以后 会造成怎么样 我们知道记忆体是两大供应商 三星跟海力士 但是它假如苹果升级了记忆体的话 其他灰屏的手机全面更进 所以市场上Mobile D-RAM就行动的机体 全部都会被扫货 现在传出可能到第三季 会开始出现缺货 国内有几家公司 第一个3006的金豪科 这是生产这个部分 而且它是从4M4M 一直到512M产品线 最完整的 这一波被标准型D-RAM带税 股票你看50几块跌到30几块 所以它现在严格来讲 它还在底部区 它今年的EPS是有试换 所以大家老虎跟老鼠 不要傻傻的混不清楚 你这高的老鼠 差一点也挂 对 蔡总走在新时代 D-RAM混好多种 你不要拿那个 供过于求的标准型D-RAM 跟Mobile D-RAM搞在一起 这是用在手机 而且它用在手机的比重最高 它今年EPS大概还是有4块的水准 另外华邦 南亚科也都做这个 这个第三个亮点的话 这是3D的压力触控 就是FORCE TOUCH 就是我触控压下去力量大一点的话 跟力量小一点的话 呈现出来的效果跟功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个晶片是半导体知名的ADI这家公司 提供了晶片 那个晶片最重要 但是整个有足够的产能来做贴合的 一般认为还是台湾的陈宏 台湾的陈宏 所以陈宏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影响 今年的话 第三季会出货2400万支 然后一整年的话 市场估8000到9000万支 相关的股票都开始反应 但是我们现在跟各位讲 因为大家一讲说 今天的股票都是苹果 从台积电到这些 但是因为要即将步入了6月 我们怎么样来选 就谁会最亮眼就对 这个苹果光打得漂亮的 我们不是法人 我可能说只要是苹果打上光的 我全部都买 我没那么多钱 所以我们看一下5月 先看这个5月的一个结果 5月我们知道大盘集中市场 到目前是跌掉快2% 5月 5月 但是你看 几乎大多数的平概股 都已经股价在动 也就是这边都是 完全打败大盘 好 那涨得最多的是宏杰科 今天还涨停 对 它是这个PA的功率放大器 因为它大客户 叫Skywalk Skywalk的话 就是供应给Apple 所以它等于是间接的供应链 所以你看 一路直上 这四十几块到九十几块 所以反应的很激烈 但是有可能下个月 这个涨多的会休息 为什么 不可能永远一头那股的苹果供应链 只有打光打在你 所以打到别的 这个Skywalk会在别的 会换到别人身上就对了 那第二名就是金属机壳的红准 那吻茂也是这个PA吧 陈宏你看 陈宏老实讲都没有什么业绩 有一次我们还有几个来 在那边争 你看它就是可以长这样子 可以长出发 还跟大力光 比大力光稍微多一点 我这时候还有一种有提醒 TPK的话是有人在加持的 就红色供应链嘛 它被列入红色供应链 Apple是机壳的 红海涨了5% 因为听说 红海跟河塑 各会有两种版本 第一种版本 红海拿到70%的组装 河塑30%跟目前差不多 但另外一种外资的 有一个外资他认为 河塑的产能会提高到45% 假如45%的话 那这个下个月可能 会轮到他吗 黑马会落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本来 其实蔡总现在讲的 就是我心中想问的 那我到底是要选 涨幅落后也是比大盘强的 还是说我要找 这还用讲 一定是涨幅找的嘛 别人都认识 对 我不是说要买这个 落后的还是说 可以买这个 涨的不到两位数的 我要说一个道理 就是说 因为六月 接近六月的时候 现在要背的是关键领主件 所以PA跟光学镜头 这个都是关键领主件 第一批背货 股价先反应 组装不可能落在组装 组装都是八月的下 现在就好了 对 所以鸿海跟河硕 它会动 会动在后面嘛 然后接下来 你说第一 那个摩比亚地润 行动进去我扫过 我扫 现在攻过一球 扫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开始缺货 这个金豪科就那时候才会动 所以它的股价 现在你看 只有涨两趴过 所以大家就知道 蔡总在讲谁是黑马的 对不对 应该有听 但是我把持平 我跟你说 现在的苹果供应链 跟以前不一样 现在大陆也开始打入红色供应链 也打入到苹果 所以你看 比如2439的美绿 我做一个例子 不是说它不好 但例子你可以看 我们看月线 好 看月线 以前195块 这一波杀到60块 195 60块 为什么 大陆有什么瑞生 有歌额升学 这一些都来做 那个手机里面的电音 把那个美丽苹果的订单 全部都抢光 所以你没有业绩以后就下来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你现在选苹果 也要仔细选 很多电池 你看新补也都不会长 天线 连接线器 电声 这一部分的订单 已经都被大陆拿走 但是台湾还保有什么 我们有台积电的出力器订单 大力光的光学镜头 金属机壳是我们的可乘 然后这个组装也要靠台湾 但是苹果的话要紧条细线 不是以前只要看到苹果 就一定要剪到篮子里面 是 好 最近谢谢蔡总 也就是新品里面 是我们台湾有 而且别人拿不走的 对不对 蔡总 这边再补充一下下 刚刚的那些标股 爆了一下红准 45度角 这样攻击非常非常陡峭 我起了很多 刚刚讲说如果买这个落后 而且具备爆发的机会 现在开始可以有些换股吗 我觉得好 等一下就是跟你说 六月 这个礼拜就是换股 因为这个礼拜的话 是五月倒数的一个礼拜 刚好这个量又缩 所以我觉得好的股票 就开始可以进行换股 我觉得可以找这个月 涨的少的Apple 但是重点是它的业绩 会因为这个真正变好的 对 真的有去到苹果的单子的 对 而且这个爆发力头的话 金豪科 华邦店 是不是合作这几檔题材的部分 是刚刚蔡总特别强调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部分 也来看一下 建安兄 来看一下投信法人 红杰科这几极白的 也是都投信法人 非常积极任养的股票 我们就来看一下 旧爱新欢 怎么看 好的 就是我刚刚盯完蔡总之后 我好想等一下就开盘你知道吗 就是一种 就做股票那种魅力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逻辑之后 你就很喜欢开盘 对 就是这样 但是我的魅力也有 我要告诉大家我的魅力 你自己装就会跑车 有时候就是这样 因为每个人看的方法不一样 自己装一下就对了 对 我喜欢重码面跟技术面 好 那我们就从内置的一个部分 因为左边的话是属于旧爱的部分 就像蔡总刚刚也有说过 如果长太凶的话 不可能一直长一直长 长到天上去 左边是属于旧爱的部分 好 那右边的是属于新欢的部分 这武当股票的话请你要记得 这么说好了 我不讲故事给你听 我就直接跟你讲说 那个整个操作的逻辑是怎样 现在为什么是投心的一个新欢 只有三个逻辑 第一个你一定要找强势的 很多人喜欢找那个筹码 是属于那种低阶的 我告诉你 他们投心是要比赛看谁的技巧好的 我也没讨论 对啊 技巧不好的话 你就可以放长假了 放两年的长假 不用上班了 所以是要比赛的时候 所以一定要是强势股 那第二个 当你选的时候有没有 你的外资最好也是买超的 像我刚刚 你知道吗 我今天下午总共看了84档 投信买超的一个个股 有一档股票就是微星 你去看那个现行 其实它是属于弱势 为什么 因为投信虽然它有在买 但是外资是在卖超的 所以你会发现 它好像买不上去 所以不要以为只是投信买 它就OK了 所以最好是搭配的 那另外第三个逻辑更简单了 刚刚就是旧爱的部分 这么说好了 如果假设我要自己做账 我一定要先把获利先放口袋 因为现在基金大家都不想要买 现在基金真的是 大家都不想要买 所以它只能做换股的动作 所以它一定是砍掉赚钱 然后再去买 另外有可能再赚钱 所以这五党里面的话 就是景德 吉胜 宏准 历程跟群创 这么说好了 我认为大家比较有兴趣 应该是群创的一个部分 群创的部分我已经讲很久 就以从技术角度来 是因为在这里面 你把它算出来长幅 是比较落后的吗 不是 看好白威名 收尼感觉越来越少了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说 一般投资朋友都要刷 你跟他说大力光新增白 买三千几块钱买下去 对吧 他都喜欢买那个十几块的 那就以群创来讲的话 群创跟友达来看的话 我认为群创他比较有机会 当他突破平台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过 对不对 我在这个节目就说过 突破平台 而且他又创了前破的一个高点 所以很明显的他是OK的 而且投信他真的有在买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将近买了一个月 另外一个刚刚蔡总也有提到 就是说苹果概念股的部分的话 从手机的记忆体改成2GB 对不对 历程就是做这个的 Mobile Dram的部分 对 而且你从基础线型来看的话 它也是属于强势 我喜欢去找这种东西 最好是能够持续公告的这个部分 因为投信要买 也是要买这种会赚钱的 说实话是这样 这里面的话就是集盛可能大家比较 就是基本面那个部分可能买不下去 因为如果假设你是以技术面为主的话 我认为它是OK 但是如果再把基本面那个数字 兜上去的话 你会觉得他一不贪心 你可能买起来会虚虚 会害怕的 所以这五档里面就 数集盛是基本面稍微差一点点 你的黑马现在可以帮你圈出来是这个 对不对 你要讲新欢 其实我最想要押的是什么 除了群众以外我都想押 因为它是大型股比较不太会动 那这些属于比较小型的比较会动 所以如果假设让我去做押术的动作的话 像如果假设我是投信的话 我当然也是除了群众以外 就是减的买就好了 因为它是属于防御性的 最起码它会长 但是它不会跌太凶 但是其他的才是会造成我的绩效往上拉 所以就是急症的部分 因为基本面不好 所以我可能会把它去掉 但景德 红准跟历程 我可能就是我的首选 所以你的新欢有这三档 对 1 2 2 3 对 那群众也就减了 我姐姐好像比较喜欢新欢 不是 新欢也有排顺序好不好 所以我才跟他讲说 你新欢也要排顺序 对 是不是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就全压也没关系 真的真的 因为其实都不贵 这些都不贵 新欢越多越好 对 没有错 你看像 不是新欢越多越好 不然这么大 其实这里面都不贵 所以我觉得还OK 好 我们先谢谢三位 刚刚都留了一个伏笔 这个选轨题材之外的话 等一下 弱转强 强转弱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